欢迎收看本节目 最终 北京国安零比二不敌卫山现代 无缘亚冠四强 球队亚冠五次遭遇 卫山现代遭遇全败 北京国安二球败给卫山现代的原因如下 第一 国安后防线一直存在短板 经文灾的禁区手球 其实是国安右路防线被攻破的原因 李磊左边路防守被打穿了而引起的 接着又是右后卫王刚 边路界为边乌龙助攻 让如尼奥尔没开二度 可以说不管是李磊还是王刚 都是攻强手弱 遇到强队 他们两人的防守一直存在致命短板 第二 热内西奥 临场指挥能力差 国安主帅热内西奥 什么比赛都是按部就班 临场调整很少 卫山现代也是传控球队 但面对国安就放弃了控球率 强强对话 助攻球变 打乱了国安的战术部署 同时国安半场0比2落后 热内西奥换上张玉宁的时间过晚 最终无力逆转 0比2败北 第三 韩国球员小动作多 面对国安技术流球队 卫山现代在防守的时候 经常性采用手上小动作 让国安的进攻陷入困境 同时赛程上 卫山现代比国安的球员多休息一天 技能也占优 个人观点 卫山现代算不上踢个好 只是针对性好 本场强强对话 主动球变 同时国安进攻过于集中边路 奥古斯托 李埃拉 张希哲存在位置重叠 国安今后需要 引进一位类似于特杰拉 江苏苏宁 埃弗拉 武汉佐尔 或阿吉姆棚 天津泰达 速度型边峰 增加边路突破 实现边中 结合战术 丰富球队进攻手段 北京国安0-2卫山现代 裁判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实力上和战术上的双重势力 国安未来继续努力 加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